我在河南一所小学的操场上找到一座古墓 还是一座大墓 前面立有墓碑 尽力不尚书 山公会掏自聚园之墓 这位墓主人想必大家很熟悉 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河南武志县西小红小学门口 里边就是山涛墓 这样咱们进去看一看 进入校园就能看到文宝碑山涛墓 但后面的不是风土堆而是花池 这座墓要顺着校园向后走 你看连郎的墙上还有黑板抱 好久没进过校门了 突然看到这个让我想到了小学时光 那时没有压力 感觉最大的压力就是上学 但踏入社会后发现 最没有压力的才是上学 现在我是天天看书恶不知识 如果当年有这个觉悟 什么211985都不是问题 可惜人生没有彩排 只有现场直播 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实现逆袭 唯有靠自己去拼去闯 只有努力奋斗的人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这个校园里不仅有木 而且有庙 前面是最初的大殿 已经破败不堪 旁边则是新修的 大家看看哪个更有味道 在操场上 我们能看到山涛的塑像 很多人知道竹林七贤 但一想到他们 便是山清水秀竹林环报的南方 其实他们主要活动的地方 就是山阳 也就是现在的礁座 礁座有竹林吗 现在显然没有 但那时候真的有 这里有块老墓碑 近适中 礼不赏书 山公墓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的 40岁进入官场 最后成为一代重臣 一生清正联名 何受好评 山涛本想推荐鸡康入室 但鸡康一句山涛 你不懂我 直接断交了 后来鸡康被杀 广林伞成为绝唱 就在临行前 鸡康对儿子说 只要有山涛在 他就会照顾你 看来鸡康虽然痛恨山涛为官之举 却认为他是个靠得住的朋友 而山涛又不负友人之托 他帮助鸡康的儿子 当上了官员 这样山涛的幕 我们就看完了 鸡康打铁 向秀古风成为一段佳话 在这附近不远处 还有向秀的幕葬 这样咱们过去看一看 从这个麦迪过去 凸起的位置便是古墓所在 当然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4月底 麦子还是绿的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 我都是在外面突击拍摄 然后回家统一剪辑发布 之所以不在外面剪 是因为我晚上住车里 很多人说 远这么多粉丝了 还住车里吗 肯定的回答是住 不是说50块钱的宾馆住不起 而是根本没必要 晚上11点多才睡觉 夏天5点半就起床 冬天晚点8点起 满贡住不了多长时间 讲究几晚上 就能为孩子省出一罐奶粉 男人嘛 把自己带来这个世界的人养大 把带自己来这个世界的人养好 至于自己 委屈点也罢 山涛和向秀是老乡 所以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之交 在山涛的引荐下 和鸡康软吉相识 向秀和鸡康经常以打铁自渔 鸡康打铁 向秀古风就此成为一段佳话 后来鸡康被杀 向秀写下千古名篇 《思旧父》 导鸡生之永慈兮 故日影儿弹琴 货运欲于领会兮 济于命于寸音 后来向秀被迫出事 选择消极应对 只做官不做事 公元272年便去世了 其实竹林七贤下场最惨的是鸡康 下场最好的 一个是清贫而冬的山涛 另一个则是贪财惜命 重感情的王荣 我是任爱行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文词古迹